那今天妆前一种呢 会用到这个大宝SOD密的这个红钻限量版 这款真的是我最近的一个真爱妆前 然后在我之前的视频里面也给大家安利过挺多次的 那这款很有质感的这个红钻包装呢 是今年大宝和张一山一起合作设计的 那它这个瓶线上呢有这种抽象化的这个线条设计 既优雅又好看 给张一山打扣 它这个密乳的这种质地就是很清润很好吸收的 那刚好就适合干皮用来做这种蒸泉乳 它会让后续的底妆特别的服贴 不会去起皮卡粉 然后你把它当成日常的这种乳液用的话 也是非常的滋润又好吸收的 这个限量款呢可以说是又年轻又高级了 那双十一呢它限量三万份 如果说你提前加入购物车的话呢 还会有这种礼盒送 这个礼盒呢你是可以当成这种 就是首饰盒去用 这个恒徽配色呢也还是看起来挺高级的 这个礼盒呢可以说是颜值又高又实用了 那在上妆之前我给大家先看一下我皮肤的一个素颜的情况吧 看到就是我的这个毛孔还可以不是特别的大 然后但是我脸上的这种斑点特别多 然后还有这种嗯就是痘印 然后这边有一些之前长痘的一些痘印 然后黑眼圈特别的明显 那今天的底妆呢我会用到兰蔻的这一款粉底液 我们先把它这样子点涂在脸上 那我们先半边脸呢用海绵把它给推开 好的现在半张脸上完之后呢 我们从这半张脸的妆效呢是可以看出 这款粉底液它主打的是一个抹皮 还有毛孔隐形的效果 那流动性还是不错的 然后整体的妆感是很轻薄的 嗯而且也是比较容易推开的那种质地 那有个很大的区别就是 嗯它不像一般的那种高遮瑕力的这种粉底液 都会比较的厚重吧 那这一款呢它就是遮瑕力还不错 你看一遍就把这个嗯 下巴上这个痘印给遮掉了 像我这种绑固性的黑眼圈也遮得起起巴巴 但是呢它却不厚重 它整体妆感看上去是很轻薄的这一种 好那我们现在把剩下这半张的脸也给它补全 那现在整个底妆就完成啦 那蓝后的这款粉底液呢 我就要推荐给需要隐形毛孔 但是又喜欢轻薄妆感的仙女们 它这种就是柔胶的磨皮妆效 哇真的太好看了 就毛孔的各位姐妹们真的 诚心给你们安利一下 真的要入手这一块粉底液 好然后我们来订个妆 订妆今天用到的是戴科的这一个蜜粉 好接下来就是美貌的部分 美貌呢我今天会看到两个 因为我漂了这个浅色的头发嘛 所以眉笔的话呢 我也换了就换成了自身厂的这一个浅色的 然后还配的是Kiss Me的这个染眉膏 今天眼影部分呢会用到这个 酥脆酥的这个流沙盘 那这盘不用我多说了 颜值满分的一个盘子 那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的这个配色 我觉得配色其实还蛮实用的 就是它既有这种比较日常的这种颜色 满足这种新手的一个日常妆的需求 然后也有一些比较大胆的这种颜色 也可以就是满足就是老手的一些玩色的需求 所以我觉得这盘还是挺实用的 值得夸了是它这个大镜子 我真的特别喜欢 我觉得这种眼影盘里面 只要带了镜子就让我非常的有好感 那从刚才试色就可以看出来这一盘的这个粉质 是亚光色是比较顺滑细腻的那种 然后珠光色就这个珠光色中间这个色 真的我太喜欢了 那今天和重点也用到它 就比较符合今天这个 闪闪惹人爱的这个主题 那我们现在开始画眼影吧 我们现在开始画眼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眼影画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修容 修容用到的是这个颜色 那高光呢今天用到的还是这一块02号 蓝天腮红呢选的也是一种比较粉嫩的颜色 加这一块高光 好的今天唇妆部分呢 我会先用到这个兰蔻的这一支505 它是一支比较显白的一个女神色 然后拿纸腹把这个边缘稍微推开一下 那这一支505就是号称是蓝蔻的女神色 就是特别显白比较温柔的这样的一个颜色 因为今天的主题是那种比较不灵不灵的一个妆容嘛 所以我还会再叠加一层这一支唇釉 好了那么今天的这个整体的妆容就完成了 那我现在再去弄一下我的头发 我们一会见 本期视频呢有两个福利 第一个是在评论区抽一个妹子送同款的蓝蔻的粉底 在弹幕区呢也会抽一个小仙女送100块钱的完美 希望你们喜欢这期视频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